监视器拍下这一幕 一只动物模样古怪 就在自家门外 第一时间屋主也傻眼 原来是一只小鹿 头卡在圆形塑胶罐里 怎样也拔不出来 屋主替小鹿担心 无法进食怎么办 把照片和影片泼上社群媒体 希望邻居和广大网友 集思广义帮忙想办法拯救 当地动革官员三周内来了四次 但却没人能寻获小鹿踪击 某天救命恩人重出现 我们在7.30分之后 8.20分之后我们会遇到鱼 然后我能够转我的身体 保护他安全 直到马特能够保护他 然后我们能够工作 以后把他脖子脖子脖子 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物品 事情发生在美国宾州2月22日 挨饿的小鹿一天比一天销售 幸好经过数星期追踪 和众人关注 巧遇小鹿的年轻夫妇 本来就热爱动物 让这场旧路任务圆满落幕 在那新闻 陈佩洛报导 suced 去时 小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